大家好,欢迎收看小语讲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电影 讲述了一对夫妻尼克和艾米 艾米通过消失报复尼克 把她一步步逼到绝境 无法翻身的故事 艾米是位知名作家 可尼克却是懒惰虚荣的小作家 两人一见钟情 很快步入婚姻殿堂 之后尼克失业和孪生妹妹 开了一间酒吧 这天两人结婚五周年纪念日 尼克前往酒吧 向妹妹抱怨自己对妻子的不满 以及妻子涉及的猜谜游戏 是多么的令人讨厌 尼克回到家中 发现艾米失踪 随机报警 警察来到家中查看 发现很多可疑点 随后把她带到警察局调查 当警察询问她对妻子艾米的事情时 她一无所知 警察惊讶不已 觉得她根本没有把妻子放在心上 警察搜查房间时 找到了艾米留下的线索 尼克则通过线索进行解密游戏 隔天艾米父母召开了记者会 并让尼克演讲 在与艾米照片合照时 记者让她微笑 随后又在与一个女人合照时 露出笑容 媒体人便拿着这些照片说事 给尼克招来了负面影响 尼克与情人安比 在赞助的妹妹家里私会 被妹妹发现了 而此时警察也在尼克家查到了艾米的血迹 失血量足以致死 眼前的证据让他们和妹妹都对尼克提出了她杀了艾米的旨意 接着警察又发现被烧掉了一半的艾米的日记 上面写着两人的感情从激情肆意逐渐走向支离破碎的过程 可这一切都是身为小说家艾米一手编造的 这样人们就能相信尼克杀死她有足够的动机 而那些所谓的证据也是她伪造的 用针管放血到处撒血最后打扫 直到时机成熟她便跳河自杀 不久之后就会呈现出尼克杀害怀孕妻子的悲剧 使其身败凝裂 艾米找到住处后用锤子打伤自己 伪造出一副被家暴的可怜妇女 好让邻居为她作证 尼克让妹妹原谅她的出轨 并讲述了艾米的圈套 尼克在咨询律师时被告知 让她找艾米的前男友了解情况 原来艾米在此之前就陷害过其他男人 媒体对此事添油加醋 污蔑尼克与妹妹有肉体关系 尼克忍无可忍 花了重金聘请了律师 她找到了艾米的另一个前男友德西 可德西并不理会 此时的艾米也在和邻居的相处下放弃自杀 但也被邻居发现了自己的把柄 律师得知实情后 让尼克道歉 树立好的形象挽回名誉 而艾米的前被邻居全部抢走 无奈开车离开 她遇见了德西 电视上的安迪正帮尼克澄清 表达着自己的悔意 尼克也通过电视节目挽回形象 艾米差点被认出 德西连忙带着艾米离开 安顿在一所别墅内 当艾米看到尼克在节目上一脸悔恨时 艾米动摇了 可德西却一心想将艾米囚禁 不让她离开 艾米再次设下圈套 趁德西外出 伪装被虐待 装作痛苦的样子 利用监控拍下来 随后几天里 她不断地在自己身上制造出伤痕 接着装作自己愿意接受德西 当两人在发生关系的过程中 她拿出刀片 将德西割喉而死 艾米浑身写字 回到尼克身边 编造出自己被德西性虐待 正当防卫杀死德西的谎言 这也就洗刷了尼克杀人的冤屈 因为艾米知道 尼克为了自己的形象 无法离开他 所以两人一副模范夫妻的样子 就在尼克受不了 想要离开时 艾米告知尼克她怀孕了 就这样尼克彻底被艾米牢牢拴住 无法反抗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想观看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我们哟 我们下期再见